本视频由上海富丽文金饼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丁 好久没有拍视频了 这一次拍得不好的 大家麻烦来一个等待一下 好 那讲回去这个包装先 这个包装首先就是一个完全都是纸盒 那没看到什么条码什么的 那可能是因为是赞助吧 我想应该正常会有个条码 那上面在一个探金的那一个logo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这种包装的 相对来讲也比较简洁 就是希望还是那句话 一样再小一点方便我收藏 好 那盖子先打开 我还有给一个笔套 非常漂亮 一个那个绒毛的这样子的一个布 那 呃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只笔都笔套 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 我把阳光那个现在阳光比较大 打开一下啊 好 那 那个引路眼帘的第一个就是这只笔 那我们先放一边去 然后呢再下来就是 呃 这一种应该也是叫那个 绒毛枕吧还是叫什么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对笔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环保材料 我就不确定 喂 哦 好 惊喜惊喜 既然还有送一个这个装饰 哦 惊喜惊喜 然后这里是哇 这 这个笔的一个做工还是非常的那个什么 呃 精品的这个感觉 然后这个还有送一个牌子 这里的话 这个是那个啊 产品保修卡哦 现在好像东西都会有保修卡 还有一张 哦 合格阵哦 可以可以 啊 这个这种就我最喜欢看的 各过了各种标准各种检测啊 这个 我个人我个人来讲 我对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的那个怎么样 看重的 因为我本身是做那个设计的 那相对这种东西的话 它能反映着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 好 那这个我们先放回去 好久没看到一个这么精致 就这么完整的一个产品了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比较 我等会放一起看看怎么用吧 打开一下啊 这个是真的没开过了 吓得我 不好意思 我一开始打开 我就看到上面就这么一个这样子的包装嘛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样子 比我刚刚弄了一下我才知道下面好东西 那这个的话 反正整个都是一个金属的 看起来也不是特别难掰啊 然后 呃 怎么做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然后比的一个包装的话 我觉得它的这个防摔等等这一块的一 就是产品保护上面我觉得都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也是值得可信爱的部分 好 那我把笔先放一边 好 一开始整支笔就引入眼帘了 因为这支笔其实我没有去淘宝看过 我就直接拿上手就这样子了 呃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了 那笔头我们也先放一边 顺便把笔给拆一下 哇 这个拆封的感觉 好 那这个啦 所有的钢笔基本上都是生存在阳光之下的 我我就放在没有阳光 还有阳光的地方 然后给你们转一圈来 我放近一点 看一下我不可以 来 这样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支笔 我个人觉得它是挺满意的 有点美中不足部分就是说像这个的 就我个人是喜欢说啊 这里跟这里它是有一个过渡在那边 这个好像就没有了 但我个人好像更喜欢是那种纯蓝色 这两个颜色感觉有点多了 但笔在阳光上面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漂亮啊 那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这边也是 那暗一点可能就没那么明显 但大部分像这类的一个树枝的笔 它基本上或者这类材料吗 在阳光下面的一个感觉肯定还是漂亮很多了 但像这个 这个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怎么装 说实话还真没玩过这个东西 我平常钢笔就真的是直接用的 呃 我可能回头再去看一下淘宝那边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去装回来的 但我感觉好很多的手工笔现在都很流行装这样子一个笔夹了 你们知道怎么装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啊 有点咕噜寡闻了 那先拿进来的那就拿一个尺寸差不多的我们的一个M800 还有我们的一个万宝龙146 那146可能尺寸我们现在这么去看的时候会基本上是差不多 连那个笔的一个什么那个曲线它上面那个曲率也是差不多的 那M200相对来讲就会显得有点小一点的M200的话 但总体来讲他跟这一只几只一放起来感觉那个相对来讲也是很有特色 也不会说觉得有什么差别或者有一个很大对比什么的 反而我觉得有需要去讲的是我之前买这一只Venture 我这Venture是以前有讲过是那个硬橡胶的干笔吗 那能看到的是这样子比首先大小那Venture这只会差一点 但是想跟大家讲是这个曲率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楚这个曲率 那像Venture这种的话它跟那个邪勒的硬橡胶比完吗 就是曲线是差不多的这里 但是像Venture这一只的话它的曲率有点不太一样 这样子因为我是看着镜头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既然让你们看清楚那你们能看到曲线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相对来讲的话Venture这一只的话它的整个线会比较直一点 就是说这里是直的然后到这里才有点曲就有尾部嘛 但Venture这一只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那个人工车销还是车销出来的 所以说它这个曲率能控制的更好 这个工艺上面我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唯独我觉得就是说它跟别的不一样就是它上面笔声的这个曲率 好然后再下来先把这笔打开一下看一下那个感觉 这个手感的话我觉得从手感上面来讲就不拿什么M800来比 我就直接拿这种就跟它我觉得它们两个使用方式定位是一样的 那我就放在一起来比那像啊这个上次没洗干净 呃这个笔的话是这样子那你们能看到笔尖大小它是差不多笔握的粗细也是差不多 嗯Venture这一只的话里面之前有讲过有一个弹簧嘛 那像富裕人文这只的话怎么讲呢 好呃就没有这个弹簧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想改间的话换间的话 我觉得它没有弹簧的话就方便一点 像我我我这只我想换间我我也不太敢换 好那个再下来本身是一个吸墨器 那我想一个吸墨器的口径是那个3.4的口径了这个应该不用去多想 但这里这个电镀感觉有点那个怎么讲的啊就是长起来的一个细节了 我觉得这个电镀在跟这个数字的话中间这样子一个过渡吧 两种材料结合有非常具有那种现代感 再下来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新一下是应该是说试一下这个新的笔尖的放大 这个之前有观众反馈说叫我买一个那我上网去查 然后找一个多少倍一开始被也不知道原来是有分倍数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我现在试一下 好了可以看清了呃刚刚一直对然后阳光很大 我现在把那个窗帘给拉一下然后你们能看到阳光 那能看到负这是那个傅里纹的笔尖打磨上去来讲的话有点像那个 呃也不算刀锋了但这个有点源头这样子的一个打磨 但是中锋那边的话没有看到像百利金那种就是圆形是往内凹的 那啊我竟然手有点抖非常的抱歉好 然后你们现在能看到这个本利了希望这个新的一个加入那 那你们那个看得更清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视频体验 那这时候你们看完这个的时候我拿一下好我拿一下别的笔 然后给你们做一个对比看一下我干脆拿一个百利金的吧 那我就这样子我这样子两只拿然后那你们去看去做一个对比啊 来你们现在看到这是我的百利金的那个本利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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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那能对比起来百利金的那个本利是比较大的 傅里纹那个相对来讲比较接近是 呃也不不能叫刀锋打磨了 但他的打磨方式到现在为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那个书写感受 那我们这时候再回去看这个傅里纹的 刚刚看完本利比较大那这看到本利比较小能看清楚吧 这种打磨方式叫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麻烦那个因为观众基本上我我我的观众的话大部分都是比我要专业很多 那希望就说你们能看到什么的麻烦帮我那个补充一下 那个非常感谢大家好那笔尖的话大概就到这里了 我先把东西给收一下收拾完以后回来 我们就赶紧就是比让你们看一下上面笔尖的这个 哦看一下是不是啊对上面这个纹路让你们看一下那那大概就笔尖那基本上这样好那再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好那个本质本质还是一样 然后上磨的一个过程好那磨的话这次我就换了别的 我现在就是没有在用那个百利金4001瓶子我还是常用这个 那这个我是用那个Jherbin的一个珍珠黑的一个墨水因为它这支笔的那个墨水干度是最能让我满意就是我写完可能下来写完第一行 他第二行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能那个干掉了就是呃干的速度很让我满意就是了好我们再下来上一点墨把这个笔 拿一下拿好好再下来这个墨粘的有点漂亮啊这个墨粘起来还是挺漂亮的 对对对先把这个给盖上墨都往上去懒了但是没有只要没有没有那个懒到那个笔握我觉得就ok了基本上 好好这个先放一边好那要我们先呢书写一下好本子拿出来了那我们先赶紧书写一下 好写完以后那你们大概能看到了那这里有点那个你看这个是我平常0.5的那个圆珠笔吗能看到我手刚刚快速书写的 因为我是快速书写我不是炼制的那种基本上就单纯把它当做一个工具我现在看不到屏幕 嗯就是这里我手指指的这个位置因为我我现在完全看不到屏幕 嗯这里看到有点那个算是那个那个叫人叫墨缆吗我觉得墨水那个才能叫反正就是有点硬朗了 但是你看我用绝合饼的这个的话就反而没有很多这个问题好那大概就是书写来讲的话 我这一支是F间了那跟那个圆珠笔的F间那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相差 笔间的那个粗细的话还是非常可靠的 那本子我们先放一边好整根笔的话我们这时候回来讲刚刚书写一个感受 那刚笔的话因为我就刚刚这样子写几下那其实书写感受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是要写到200字左右 然后整个笔才能说写得开那基本上200字以上的写感跟2000字的写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上面的这个本粒你说磨损其实也不会有很多啊反而就是说这根笔的那个握感 这是非常的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那不会因为现在很多笔吗像这种就是说中古类的笔 我个人认为除非是像圆珠笔这样子我拿那我个人会拿的很舒服 但是如果钢笔是这么细吗因为因为它都是插把为主那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 像这种拔盖式的这类吗或悬盖的我个人是喜欢说比我粗一点拿起来更舒服 加起来也比较顺手一点那整支笔的话我个人觉得就而且它的用料 好像也是挺厚的感觉用料非常足了那这个颜色款式喜不喜欢 我觉得见仁见智鞋感还是一样暂时国产比我最喜欢的鞋感还是一样是福利文 这个就是也不是第一次讲的我前面福利文的那个视频都讲了或者跟别的国产比对比的时候 我还是喜欢这种鞋感的因为太滑顺了我个人还是喜欢说我直接去用中性笔或圆珠笔就是来的更顺手一点 那我认为钢笔还是要有点阻力感这样子写起来才下一个钢笔 那如果是要真的顺滑的我个人会拿钢笔来进行一个签字 那大概的话就是整支笔的评测那就到这里了总体来讲非常的满意的一支笔 好那那个有什么讲漏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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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